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节课和各位分享一下 New The Paper主题的原代码如何获得 如何从正规渠道获得 我们先登陆Symforist的这个网站 然后找到wordpress 它里面有一个流行的分类 在这个页面一般会有New The Paper主题 因为它是一个流行的主题 在这点击 会打开New The Paper主题的购买页面 因为我之前购买过这款主题 账号登陆之后它会显示已购买 如果还没有购买过的同学会显示这个界面 价格是59美元 这个59美元是授权一个网站的价格 终身免费升级 但是官方的技术支持只有6个月 通常做一个网站 6个月半年的时间也差不多了 这半年该问的都问了 如果超过6个月再问主题开发者 需要单独购买技术支持 在SIM Forest的这个网站上 注册新用户的时候 需要用到谷歌验证码 我们在国内大陆地区的用户 是看不到谷歌验证码的 所以会无法正常注册 这时就需要梯子才能注册 如果没有梯子 又想注册的话可以联系我 把用户名和密码发给我 我找时间帮你注册好账号 但是我注册了账号 你那在登录的时候 有可能还会需要谷歌验证码 有时候不需要 这个newspaper主题的原代码 我也放到了网盘上 已经购买过这个课程的同学 可以去下载 在课程指南里有个学习资料 可以下载一个word文档 在文档里有网盘地址 我提供的这个主题原代码 只是原代码 不含商业授权 从目前这个版本来看 可以正常安装和使用 但是不能激活 在未来的版本中 是否还能正常使用 这就不清楚了 得看开发者 我还记得newspaper7 升级到8的时候 主题开发者 对主题的激活做了比较大的变化 在newspaper7的时候 激活没有那么阳格 激活程序也没有深入到主题的核心 可以通过一些小技巧绕过激活程序 但是到了newspaper8以后 主题必须要激活才能正常使用 如果不激活 连普通的操作都是问题 另外还会频繁的提示 让激活用户体验很差 但是到了newspaper9以后 激活政策又有所放宽 即便是不激活也可以正常使用 不会频繁提示 虽然有激活的提示 让你激活 但是用户体验并不差 不知道后续的版本会怎么样了 我建议大家如果有条件 还是买一个正式的授权 这款主题在促销的时候 好像是39美元 一般黑色星期五的时候都有打折 也就是每年的11月底 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WPVIDU 到时候有折扣会在那发布消息 购买主题之后可以下载主题包 也可以下载完整包 还有一个商业授权的文件 下载TEXT的格式就可以了 里面有代码将来用于注册和激活主题用 这节课的内容就到这里 下次可见